針對中共撕毀一國兩制在香港強推《國安法》 週一 英國正式宣布對香港實施 與中國大陸相同的武器禁運 同時呢 無限期的終止雙方間的引渡條約 英國外交大臣拉布當天向下議院通報 在對港版國安法進行仔細評估後 政府決定採取與之相對應的 兩項必要且適當的措施 這一決定意味著 英國將不會向香港出口 潛在的致命性武器及其零件或彈藥 而此前可以向香港出口的鏟鋼、攔截設備 槍枝和煙霧彈等可能被用於內部鎮壓的設備 也同時被禁止出口 拉布強調 除非得到明確有力的保證 否則這兩項制裁措施都不會被取消 英國和全世界都在關注 中共會如何在香港執行其國安法 在英國之前 同為英聯邦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亞 已先後終止了與香港的引渡條約 並對敏感設備實施了出口限制 同一天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啟程前往英國訪問 將與英國首相約翰遜就中共及香港問題 中共病毒、美英貿易協議等多項議題進行探討 聯手各國追責中共 將是蓬佩奧此次訪歐行程的主要目標之一 新唐人記者喬安 綜合報導